7点18分 我们带你关心国际各大报纸头条 首先带你看到的是纽约时报 克里米亚顺利并入俄罗斯之后 目前有超过20万人提交申请 要从乌兰乌克兰人变成俄罗斯人 但需要一系列的身份核对和证件申办 现在平均每一天都有超过200人 成为正式的俄罗斯籍克里米亚人 好 再来看到华尔街日报 这是投资大和艾克曼跟加拿大制药龙头Valent联手 开价计460亿美元收购肉毒杆菌素制造商艾利根 像艾克曼这样的维权投资人 其实他一般很少跟大企业联手收购的 因此这件交易也格外的引发注目 消息曝光之后两边公司的股价都上涨 好 我们再来看到华盛顿邮报 目前美国政府打算要推动一项减刑计划 希望能够减轻国内吸毒犯的刑期 那么官方表示呢 部分的吸毒犯跟非法组织没有关联 被关营证则后对于社会大众已经没有威胁性了 司法部正在打算建立一个体系 让这些吸毒犯在乐街之后 能够尽快回复一般的生活 好 不过呢 在英国国内呢 有大约3万名从事性交易的工作者 为此啊 前英国环境部长佩尔曼 是催促政府立法禁止性交易 这项呼吁呢 惹来了性交易工作者强烈的批评 认为这不但会让地下市场更加的猖獗 当然也会让性交易工作者 陷入更危险的工作环境 这是今天的独头条看世界